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环球点评 我是陈凯文 澳洲山火至今仍然未熄灭 多地迎来炎热高温 恐怕会令火势在未来两日蔓延 重灾区新南威尔市省 乡村消防局长呼吁 居民应该尽快离开 警告留在省内高危地区 将会经历漫长、困难及危险日子 色尼神区报评论指出 山火持续 预料令澳洲的经济受挫 但警告外界 不要只是以国内生产总值股算損失 以免低估实际影响 评论指出 山火打击旅游业 导致农业减产、消费下跌 将会拖累澳洲的GDP 但保险金、政府援助金、捐款、重建和殡葬业等等的开销 将会反而令到GDP上升 文章指出必须将人员伤亡、心理损伤等等因素 纳入考虑 才能实际反映经济影响 伊朗今月8日攻击美国驻伊拉克的部队同日 护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德克兰聚毁 机上176人全部离难 美方官员表示 情报显示 客机被伊朗错手以俄製防空导弹击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说 美方分析军方和情报部门定期收集的卫星、雷达和电子数据之后 突出越来越相信伊朗错误击落客机的结论 空手是两枚北约代号SA-15的俄製导弹 而伊朗雷达讯号曾经锁定客机 美方分析员事发当日发现有关的数据 并用一日的时间去核实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对事件的看法的时候 说不相信客机因为机件故障失事 只要被问到罪机的原因 他没有直接表明看法 东方日报报道 湖北武汉近月爆发多宗肺炎 内地媒体曾为公布专家化验结果 证实该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 下一步将会结合病原学、流行病学调查 和临床表现研究 专家说新病原体的疫苗和特效药物 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研发 本港卫生防汇中心 已经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络 杀取相关病毒的基因图谱 但是暂时仍然要等待国家卫健委回复 因为及早获得病毒基因图谱 可以配合快速测试 尽快辨识病者 是不是感染武汉肺炎 而另外 本港昨日新增10宗武汉肺炎怀疑个案 大部分个案证实感染线病毒 人类被病毒 或者抢病毒 或者是甲型流感 东方日报的政论指出 昨天立法会大会复会 劳福局局长罗志光提出动议 根据议事规则 将有关延长产假的草案 二读辩论终止待逐 转交给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 希望被草案尽快在会期完结之前通过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考虑之后决定批准罗志光的动议 人民力量的陈志全提出 怎算开会法定人数 反对派随即全体离职 加上部分建制派议员不在职 最终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留会 事后建制派和反对派互相指麻 两帮人整天吵吵吵吵 立法会审议政策和立法功能早已消失 到底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 谁知道本港产假的法例已经有很多年没收定 不单止不合适宜 甚至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落后 可以见到从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官资 既可断言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亦都是一样 一旦立法会控制权落入反对派手中 不要说立法会不成立法会 政府更加是不成政府 香港之死已经写在场上 彭博新闻社报道 中国央行过去几个星期 投放了大量流动性 考虑到纳税、春节 以及是银行年初加快放款等等的因素 导致资金需求增加的可能性 央行未来几个星期 还需要投放更多资金 以维持银行体系资金充裕 另外还需要抵消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到期吸纳资金的影响 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 中国央行未来几个星期 可能需要向市场 投放资金1万5千亿元人民币 以缓解流动性状况 报道指出 中国央行近来 已经多次投放流动性 包括自12月份以来 通过流动性工具 投放970亿元 以及降准50个基点 释放超过8千亿元 今集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